有几个有关脚趾的特殊片语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下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嫉妒 那脚趾有什么好讲的 还真还蛮好讲的我觉得 来我们就直接看一下 第一个故事他说的是 老公没有在情人间买给他任何东西 so my husband didn't buy me anything for valentine's day so I ordered a dozen roses red roses to be delivered and thanked him for getting me them 说的有点卡卡 来没关系 所以老公没有买任何礼物 所以他就自己去订了 I ordered a dozen red roses 所以他订了这个十二朵玫瑰花 a dozen 这个a dozen其实就是个数量词 所以你不会说a dozen of something 就像三朵玫瑰花叫做three roses 五朵玫瑰花叫做five roses 那一打玫瑰花就叫做a dozen roses 所以他不需要a dozen of something ok 所以I ordered a dozen red roses 他订了十二朵红玫瑰来去送到他们家 to be delivered 那下一个动作是他就感谢他 所以这个end他的平行结构 其实是ordered跟 thanked 所以订了玫瑰花以及感谢他 感谢他干嘛呢 感谢他买了十二朵玫瑰花给我 so thanked him for getting me them getting me them or getting them for me 这就是授予动词一个 你要把直接授时放前面或放后面 所以you buy me flowers or you buy flowers for me 大概听懂 so getting me those roses 可以 然后他老公竟然就撑下来了 he said you're welcome 那问题是他老公一定会觉得 不对啊我没买啊对吧 so he said you're welcome 那这边的断句断的不太好 应该是句点在这个括号的里面 然后he要大写 so he now thinks I have an admirer 所以他老公现在就觉得这老婆啊 一定有人偷偷的在喜欢 ok 有出现的情敌了这样子 所以 这句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尾就是 keep the miserable bastard on his toes 啊你看toes这个字出来了 所以这里有片语叫做on somebody's toes 那前面常常会是keep啦 ok不见得一定是 但是常常是 所以到底什么叫做keep somebody on他的 toes呢 好 这个是拳击的一个 或者就是格斗季的一个典故 你在跟人家打架的时候 你的重心原则上应该是在你的脚趾头上 也就是你的重心是前傾的 这样你的重心在脚趾头上的时候 你才可以比较灵活的随便去移动你的体重 往前往后 往左往右之类的 那相对来说 如果说你的重心是在你的脚跟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脚踏实地的时候 那个动是很 就是你很难去移动 比较快速的移动你的身体转换中心 你如果不能理解 你自己站起来试试看 你两只脚好好的 就是重心在脚跟的时候 我要你突然往前 你就会需要先把你的体重移到脚尖 才能够去往前 要你往后也是一样 ok 所以往左往右也是一样 所以当我们要keep somebody on他的 toes的时候 就是让他处于一个有备的状态 有备就是准备着打架的状态 ok 所以也就是换句话说 可以让他警醒着 这样子 ok 好 所以那我刚刚举的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说你的重心在脚跟的话 那那一种状态就叫做flat-footed 所以你的脚是平的 因为你整个脚掌就贴在地面 you're flat-footed 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评论 if you catch somebody flat-footed catch somebody flat-footed 也就是说 你想象一下 一样是拳击赛 如果说两个人在打拳 其中一个人就是脚踏实地 然后重心没有在脚尖上 他如果这时候中了一拳 那是很严重的 因为他的状态就是扎扎实实挨一拳 可是如果坚持在脚尖上 你的中央在脚趾头上的时候 这个拳头过来 一方面好闪 一方面打中的时候 你的下半身是比较能够吸收力量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拳击够不够瘦 我这样讲你听不听得懂 希望听懂 如果有问题我们下面讨论 ok so if you catch somebody flat-footed 他换句话说就是 catch somebody by surprise 所以拳击手真的 要是今天一个拳击手 在准备着跟人家换拳的时候 他绝对不可能是老老实实两脚站在地面上的 他一定是focus 然后on his toes 如果是男生的话 ok 好 so if you catch somebody by surprise you can say you catch somebody flat-footed or you can say that you catch somebody off guard 所以你有惊吓到他 惊讶到他 攻击不备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你在catch他off guard guard就是防御 所以在没有防御的时候 你打中了他 that's catch somebody off guard 所以这三个片语可以算是 有那么一点点共通性 ok catch somebody flat-footed or by surprise or off guard 好 所以不过这三个变成是 就是on somebody's toes的 相反就是了 ok 所以 if you're on your toes 表示你是戒备着的 ok 就绝对不是catch by surprise的这样 那toe 然后再讲另外一个片语 就是toe the line 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运动 不是拳击了 是赛跑的运动 那赛跑运动你知道 就是大家会先蹲下 有没有 然后脚放在那个 仿佛像两个踏垫的一个东西上 然后准备好 ready set 然后他要set的时候屁股就抬起来 你知道他说 他们屁股会先抬起来 重心开始往前 然后砰一下枪响 然后就砰往前冲 对不对 那可是在你往前冲之前 你的脚是不是要老老实实的定在那边 也就是说在起跑线上 所以你的脚趾头要去对起跑线 这就叫做toe the line so when you toe the line 也就是服从规则 跟着大家一起 不要去做一些规则外的事情 ok 遵守规则之类的概念 不要跃线 跃线就等于作弊 虽然说在跑步的运动里面 差那一点有差 但规则就在那边 你就是要把你的脚趾放在那条线的后面 不要跃线 所以这个toe the line常用在哪里 常常用在政党政治里面 所以甚至我们就会在这里加一个party 什么叫toe the party line 也就是你要谨守你们这个政党的 该有的一个立场或之类的 我们现在要投票 全部的人都要投这个法令的反对 你就不要去给投一个赞成 跑票 那就不行 you have to toe the party line and vote like everybody else 这样听懂 好酷 所以这就是toe的片语 你说这不重要吗 很重要 非常生活 ok 所以他就让这个老公 keep him on his toes 不要在那边觉得你老婆没有人追 我有人追 有玫瑰花这样子 ok 来 多看一个故事 剩一个 I work for a successful production company pitching documentaries and series for major broadcasters I have been using chat GPT to write my cheesy elevator pitches for the last two weeks just got one commissioned and am getting promoted Thanks robots 结束 我很可爱 所以他替一个什么东西工作呢 去一个制片公司工作 I work for a successful production company 他的工作是干嘛 后面用ing来主词不语 接下去 所以pitching 或者也不叫主词不语 因为是公司在pitch 所以你这边加一个which is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受词不语了 I work for this company the company pitches documentaries and series 好 所以pitch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般理解的pitch 当然你大概可以从棒球的概念里面知道 这叫做投手的投球 right 可是你想一想 投手投球 投去补手那边 或给打击手打 就把东西丢过去 对不对 所以在一般的这种创业产业里面之类的 我们pitch一般就有提案的概念 ok 所以我想要对你提一个idea 你看看可不可行 所以跟你提一个idea 我们就不见得用propose这个字 你不会说I like to propose an idea 但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可是更常听到的就是 I like to pitch an idea ok pitch an idea 所以这个公司 这个successful production company pitching documentaries and series for major broadcasters 所以提这些很大的这些广播公司 他们会去提一些纪录片跟一些这种影集剧集系列剧的这些案子 ok pitching documentary 那我刚念了两次这个纪录片 我都是用比较北美的念法 它的t都不见掉 so documentaries 你当然念成documentaries也是绝对ok的 ok so再读一次 I work for a successful production company pitching documentaries and series for major broadcasters ok 那他一直以来 他就已经用了chatGPT 来写他的这些pitch了 ok 那很酷 so I've been usingchatGPT to write my cheesy elevator pitches 什么叫cheesy呢 就是很老套的 很熟套的 好 就怂这样子 很cheesy的这样 那为什么要说这叫做elevator pitches 所以电梯这个字 其实有两个片语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elevator pitch叫做电梯简报 ok 所以他这里写elevator pitches yeah 就电梯简报 为什么称这个叫电梯简报 因为 他刚刚说嘛 他是替这种很大的广播公司 那大广播公司里面的人 可能就没时间听你在那里慢慢讲 所以很忙的人 你想要跟他讲一个idea的时候 最好就是抓他坐电梯上楼的时候 然后你就在这个电梯上楼的15秒30秒里面 很快的跟他说一下 我有个什么想法 请你听一下 30秒到了他的第15层 叮打开门走出去 你已经讲完了 然后他已经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好你去做吧 或者是不行 这idea太懒了 所以这就是你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想要给你钱的金主或之类的很忙 你的生杀大权全部在人家手上 然后你想要沉岸的时候 你只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捕捉到他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跟他book一个appointment 因为他根本不给你 你只好用elevator pitch 来想办法得到他的注意这样子 好这样听懂了 还有另外一个elevator加下去的字 不是pitch 而是music 这是什么概念 就电梯音乐 所以我们一般理解的电梯音乐就是很无聊的 OK 那或许是爵士 或者是反正就是比较轻一点的 绝对不可能是摇滚乐 那大家上了 进了电梯之后 就 然后就这样听 就听过去了 所以elevator music 一般就是这个概念 OK 无聊的这一种 所以像我们说那种 就 你在一个大楼的lobby 他可能放的音乐也是类似这样子的音乐 好anyway 来 所以他就 用ChatGPT写出了elevator pitch 那结果还真的成功了 just got one commissioned 所以被委任去做了其中一个idea 所以commission这个字就委托委任 而且他还升职了 and I'm getting promoted Good job Good for you 所以他还谢谢了机器人 Thanks robots 好吧 Alright 其实我都有点想过 有没有可能我有一天我的工作 就我现在做的这个影片 会有人可以用ChatGPT可以也伸出来 好 那因为我这个我做影片其实是没有写稿的 我真的想到什么讲什么 所以有些补充是根本不是pre-planned 那ChatGPT有没有可能更厉害 可以延伸更多的讲解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 OK 但再说吧 真有人这么无聊去像我一样 每天生这样的影片出来 再说吧 But before that happens I hope you stick with my channel 好 我讲的差不多了 虽然说我这里好像还有个故事 不过我觉得也不用了 我们或许留着下次讲吧 好啦 我们到这里OK 我是Paul 好我们下次见